欢迎收听崇义开始说 崇义开始说 大家好,我是李崇义 大家好,我是一贞 哈喽一贞 你是一个孩子对不对 对啊,我儿子12岁 他有这个叛逆期吗 我觉得他是隐性的叛逆 什么叫隐性的叛逆 就是你跟他讲什么 他会说好 但是他真的在想什么 你也不知道 然后你叫他做的事情 他也不一定会做 就是这种 洋风英伟 对,他不会跟你吵 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个叫隐性的叛逆 正好那个旁边做的 陈雪如心理师 他有一本新书叫做隐性孤单 还没来得及介绍 他想聊了 没关系 我们通常是这样 比较随性的 他是青子天下出版社出版的 隐性孤单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 刚刚我在跟一贞谈说 你的孩子青春期 隐性的叛逆 对 我不知道像雪如心理师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你写隐性孤单 你想要带出来什么样的遗憾 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 他其实内在是很孤单的状况 可是看不出来 又或者是像刚刚一贞说的 就是感觉好像问什么 也都没事 好像顺顺的 可是有点洋风英伟的感觉 但是你好像又觉得他 有点欣赏 有点不太开心 可是你又问不太出什么 所以我在智商现场中 我就观察到 现在很多的孩子 他可能有爸爸妈妈 可是跟爸妈关系 蛮疏远的 因为现在双亲家庭很多 又或者是小孩 竞争压力很大 都补习到很晚回家 所以跟家人相处时间 其实很少 所以好像会觉得孩子没事 可是其实孩子 已经有事发生了 不知道 又或者是在学校 现在很多的孩子 会带着一个人物设定 的一个形象在 他们会说 他们有一个人设在 那他们带着这个人设 去跟同学相处 他可能内在有些心思 或有些负面的情绪 他不敢跟同学说 因为他觉得同学喜欢的是 这个人物设定的他 不是真实的他 所以现在很多孩子 看起来好像 有家人有朋友 然后跟大家关系都不错 但他也有可能是 在一个孤单的状态中 我记得你上一本书 写的是青春不是 突然就叛逆吗 特别谈到了是 青春期的孩子 那这次看起来 你的这个目标范围 又更广阔一点 对对对 就是真的孩子族群 不见得一定是青春期的 是因为 比如说我时常去各地演讲 讲亲子沟通的相关技巧 或是讲 关于网络成语的这些事情 我发现其实 如果早期一点 国小 甚至有时候幼儿园的家长 也会来听我的演讲 如果早期的一些观念 或是互动建立的好的话 其实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会比较顺一点点 或是亲子之间的存款 那个本会比较厚一点点 我先问一下 是 我记得上次你出那本书的时候 你还没有孩子 对对对 你出这本书 你已经有孩子了 对对 作为一个人母 你的心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家都说我写上一本书 跟这本书的感觉不太一样 上一本书比较会是教导的那个感觉 这本书更多的是 以一个照顾者或一个母亲的角色去同理 所以就是有教导的部分 也有同理的部分 情感性多一点点 这是你现在写书的一个新的感触是不是 多一点的情感 我觉得更知道身为一个照顾者的男 在哪里 那个你特别提到 因为人的发展有好多个阶段 你引述了这个Eric Ericsson的 这个社会发展对 他分成好多个阶段 对不对 在你来看 每个阶段都有孩子各种不同的样貌 样态 那大人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去 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 可能会面临到的困难不一样 你这本书大概就列了 我看有35个议题 对对对 你是针对这35个议题 然后一一的去描述 去回应 家长们可以去怎么样跟孩子互动 是吗 这35个议题 比较是我在跟亲子 我通常在智商的时候 我接青少年 我同时也一定会跟家长谈 因为我觉得当孩子有状况 其实如果家长能够了解孩子的状况 对于孩子本身的稳定性会帮助很大 那这35个状况是 我跟青少年 还有跟家长谈的时候 发现最常见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把它列出来 然后很实际的 有一些技巧的方面 教导大家你可以怎么样跟孩子互动做一些回应 对 但是你书里面应该大部分还是着重在 成年以前的这个孩子们 对不对 对 如果像我这么年纪这么大的 如果还有父母亲在的话 这种的一般来说 通常 监涉到的这个议题比较少是吗 对 比较是针对给国小 国中 高中 或是甚至有些大学的父母 就还比较稍微未成年 或刚成年这一类的 对 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因为像我孩子现在12岁嘛 他今年要上国一 然后我其实就有很多的担心 接下来 比如说你写的问题 我都开始担心 是 那我会不会拒学啊 那会不会 就是真的一直网路沉影 然后开始迷偶像 这些我都会有很大的担心 他会迷偶像吗 他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 对 那他只会听 比如说女团的歌 他会跟着跳 但是我觉得他还没进入那个状态 那你的担心这么多 是不是 就是 你没有担心性相 我还遇过有妈妈发现 儿子的衣橱里面 全部都藏着几件女装 什么时候交女朋友啊 什么 这个也是写在书里面的一个篇章 对不对 你说当妈妈发现孩子的性相是 就是可能是同性恋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去如何跟孩子处置 你有遇过这样的个案吗 你有遇过这样子的案例吗 有 是遇到孩子还是妈妈 遇到孩子 他本身 我觉得性相发展 其实每个孩子时间点不一样 有些人是在国中的时候 才开始认识自己的性相 有些甚至在成年之后 突然发现 他男生可以 女生也可以 他原来是双性恋 那有一些很早 有一些孩子是在他幼稚园 或是小一小二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的心里面 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 所以有些性相发展的是 很早的 是 那我在这本书里面 我认为 不管是性相的问题 或是对于自己容貌焦虑 青少年 很常就是我长得痘痘 我很胖 我声音很奇怪 尤其那个胖很容易 就被同学取校霸凌 然后会很在意自己的外貌 打扮啊 穿着啊 现在青少年 就会很喜欢 穿肚脐腕 蛇腕 刺青 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就 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那归此会有一些争吵 那不管是对于外貌的焦虑 性别的认同 或是成绩达不到自己的期待 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回归在 自我追寻 自我概念的建立 我到底是谁 我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然后我要符合外在的期待多少 我是一个帅哥 我是一个美女 我很受欢迎 我成绩很好 我就可以认同我自己 是一个好的人吗 或者是 我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 社会上认定的好 那我还是 可不可以认定 我是一个好的人 其实这在在的 就是青少年的 自我认同概念会破坏 然后又重建 你在书从一开始的篇章 就在谈到孩子出错事 我教养有问题吗 你把这个重点放在家长身上 对 而不是放在孩子身上 因为很多人像你书里面提到说 是不是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开始自我怀疑 自我批判说 是不是我有问题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那这样子的情况怎么办 对 我觉得这一点会让 不管是家长或是孩子 反而很难去面对 他们遇到的问题 一个部分是 很多人会把罪责 灌在主要照顾者身上 不管这个主要照顾者 是爸爸或者是妈妈 对 总之好像我照顾这个孩子越多 我就要越为这个孩子负责 所以有一些照顾者 他很难去 看到孩子的问题 因为去看到孩子的问题 等于我承认我的孩子有问题 一旦我承认我的孩子有问题 甚至我要为他的孩子 我的孩子寻求治疗的时候 所有的亲族都指责我 你看你怎么当一个妈妈的 当成这样子 尤其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更会被指责 你都没有工作了 你连带小孩这件事情 你还带不好 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我这本书 我特别强调 转型的一个挑战 我其实想要强调的概念是 很多时候孩子他出现状况 不一定是谁的错 而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他就自然会经历一些迷惘 比如说孩子自然会寻求 性向的一个认同 我是男生 我还是女生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或者是我的成绩不好 可是我期待我能够成绩好 那要怎么办 或者是我很在意同侪 可是同侪不理我 或是同侪甚至讨厌我 那对我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 青少年他 也不只是青少年 现在孩子蛮早熟的 有些国小中高年级的孩子 也会出现这些议题 当孩子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 重点放在怎么样写住孩子 而不是去找战犯 是谁的错 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 所以雪如心理师意思是说 如果孩子有遇到 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是他们发展中 正常的一个现象 对对对 这很重要 但是家庭里面 很多时候会有一个 想要就责 有一个出口 好比说刚刚雪如提到的 爸爸有可能就会对妈妈这样说 那你又没有在上班 那连照顾个孩子 你都照顾成这样 孩子的成绩这么差 你到底是怎么教他们的 通常就会有这种 世俗的压力 那怎么办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妈妈 现在亲子教养的这个议题 我猜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妈妈在关注的 妈妈对这个可能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动力 想要去知道说 我该怎么教养孩子 我猜不是因为他们 不是因为爸爸不需要这个 而是妈妈很多 在内在有好多的压力 他们认为我 我是不是就应该更专注的去带孩子 否则我好像 我自己有好多的这个 我会自责 我会批判我自己 好像我自己真的做不到一个好妈妈 应该做的样子 我觉得我有读者回馈这本书 他回馈的是 这本书很多地方帮助他转念 对 就是 比如说 如果以世俗的眼光看 可能会觉得 我的孩子有问题 他出现那些偏差行为 还是有问题的 对 但如果你以一个有问题的眼光去看待孩子 很容易也会觉得自己好像 哪里做不好 很怕被罪责 可是如果你另一个角度去看待 孩子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他 生长的过程中 本来就会出现了一些迷惘 然后我们是要去协助他的 换一个角度去想 或者是也能够 引导你的另一半 换一个角度去想 那我觉得这整体的 责怪的这个感觉会比较少一点点 其实好像也是在讲自我接纳的部分 你说到自我接纳 我曾经遇过有一个妈妈 他跑来问我说 老师我的孩子在班级里面坐不住 那你知道坐不住 老师没办法管教 就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老师一直叫妈妈做一件事情 你赶快带他去身心科 然后看他是不是ADHD 过动的 那你赶快叫他吃药 老师也会给妈妈压力 那个妈妈就问我说 我该不该带孩子去 其实你知道 妈妈会问这个事情 他其实都自己可以决定 他怎么会来问我这件事情 可见得 他的内在可能会觉得 有一些冲击 因为他也知道 带孩子去看身心科 或者是说 他假设不管是 有没有过动的这个症状 诊断好了 可能都会 在孩子身上贴了一个标签 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上面 是不是也要能够去 有多一点的面向去思考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 真的是帮助孩子的 这方面学书怎么看 我也有遇过蛮多的个案 来做智商 但他们其实会有点怀疑 他们可能有一些忧郁症 或是过动症之类的状况 但他们蛮不愿意去 就诊的 因为他们怕去身心科 有个诊断 好像就贴了自己一个标签 但是我通常会鼓励 去就诊 去协助诊断 不是为了要贴一个标签 而是确认 孩子的状态是什么 如果他确实有一些过动的状态 那家长就确实需要学习 用怎么样比较适合 过动孩子的方法来对待他 又或者是当他 有了这样的诊断之后 家长也比较能够去跟老师说 因为他确实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需要的上课环境 是怎么样 所以我认为这些诊断 不是为了贴孩子标签 而是帮助身边的大人们 更知道孩子的状况 然后更努力的去学习 要怎么样跟孩子相处 会是比较适合这个孩子的状况 雪如 这张是提到的 就是跟孩子的相处 我觉得跟 这个是很真的充满考验的 因为在成长过程中 孩子可能 遇到困难不跟我们说啊 或者是他选择 就是跟同学连结啊 上升跟我们的时候 就很容易感觉到那个困难点 跟孩子怎么去做这个连结 跟爸爸妈妈比较难谈得上话 对 就像刚刚那个 益珍说的 我问孩子 孩子可能就 我觉得最常的反应就是 怂怂肩 不知道 没有 还好 这一类的 我觉得可能面临 青少 青春期的这个孩子们的家长 可能会觉得比较头痛的 我想 我想跟孩子连结啊 我想跟孩子好好互动啊 孩子不理我啊 那怎么办 你在书里面有提到那个 根据这个Erikson的这个理论 就是12到20岁的孩子 可能正在做一个自我统合 跟角色混淆的一个过渡期 对 那他们 他们有的时候呈现出 外在的反应就是 怂怂肩 我不知道 没有 还好 对 对于家长而言 这个怎么怎么办 其实 不管是根据Erikson的理论 或是根据家庭治疗 Bowen的理论 Bowen也说 孩子他会面临一个 自我分化的一个阶段 小的时候 他跟父母是融合在一起的 但他慢慢长大 他需要跟父母有个界限 然后甚至他需要 先在心理上面 离开这个家 也就是他需要心理上面 跟父母离得远远的 然后去分清楚 哪些想法是属于我的 哪些想法是属于父母的 所以他们在有个阶段 会很重视隐私权 甚至我如果有孩子 家长就很想跟孩子聊天 不知道要聊什么 家长就问孩子 你在打哪一款电动 孩子死不说 他在打哪一款电动 他也不是在做什么 偷鸡摸狗的事情 他就是觉得 我要保佑我的隐私 我不想跟你分享 所以孩子在某一个阶段 他很想要有自己的隐私权 他不在像小的时候 就叽叽呱呱地跟你说个不停 你不想听 他还逼你听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历程 不是因为孩子 突然很讨厌父母什么事情 都不想跟父母说了 所以第一个是 遇到这样的状况 不需要太过伤心 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 第二个部分是 很多孩子其实想要跟父母靠近 可是他又想要有隐私 所以他不想要 跟爸妈分享 他很多私生活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爸妈可以跟孩子聊什么呢 如果见面都问 你学校作业写了没 学校还好吗 考试怎么样 学校还好吗 跟朋友相处怎么样 好像每次见面都在审问一样 没有别的事情可以问了吗 对 所以我在书里面提到 有一个蛮好的方法 是孩子们回馈 这是他们蛮喜欢的一个方法 是父母可以跟他们聊天 然后聊父母自己 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跟他讲 对对对 那孩子他会蛮喜欢听的 那在听父母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是 会产生一个角色位移 我们会说当孩子慢慢长大 是 父母除了父母的角色之外 也要慢慢的位移到 有点像朋友 有点像室友的角色 让这个角色有个弹性 而不是一直高高在上 很权威的一个父母的角色 所以当父母在跟孩子分享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比较像是兄弟或是闺蜜 在聊天的那种感觉 那孩子比较会在这时候 也自然而然的说出 他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交流就很自然的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 那孩子也有机会 从不同的面向来认识父母 我觉得我的父母一直都 很tough 然后很坚韧 然后很权威的样子 然后会发现原来 他们在生活中 他们也有他们 柔弱的一面 不知所措的一面 他们会认识 脆弱的父母的那一面 那他们也会比较理解 那他们父母是怎么样 度过他们困难的 父母就从一个神的位置 降到一个人的位置 那人就会比较有人味 还是也比较敢 跟父母做一个互动 雪人说这个 我突然想到 以前小的时候 我爸爸也蛮常说他自己的 可是他都说的是那些 过去老生常谈 风功伟业 老生常谈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想念书还念不到书 你现在为什么不好 好把握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 你知道吗 还不好好把握 他不想听 所以很重要的是 不要把分享自己的事情 结合说教进去 如果结合说教进去 就变成在碎念了 对 可是 我想说 可是有时候 我们还是会想借我聊天 分享一些人生观 就是很 他就会不小心 这个我就不想听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要说我是你孩子 我就不想听 真的好 你想想看 你看YouTube里面 都有很多置入性广告 对不对 你那个置入太强 你根本就不想看 所以你如果把那个东西置入的太强了 我当然听都不想听 除非 除非你是非常的subtle 非常的隐含性的 包含性的 你就跟他分享一个 你自己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 人生好像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是不太有目标性的 就我分享我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对对对对 否则你那个置入感太强 也是 所以我在书中 我也提到一个 我很想要传递的概念是 走在孩子的后面 走在孩子的后面 意思就是 不是引导孩子 或者置入孩子 怎么样的观念才是对的 而是先停下来 问问看 孩子怎么想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所以比如说 当我们在分享 我们的事情的时候 比起告诉他 我觉得这件事情 怎么做才是一个正确的 我们可以先停下来 先去问孩子 那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 走在孩子的后面 而不是走在他的前面去引导他 走在孩子的后面 比较有机会去 了解孩子的想法跟价值观 或是了解孩子的能力在哪里 甚至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 先给他自己去试试看 不要急着出手帮他 是 那雪如你刚刚说的 类似 比如说 跟孩子分享 自己的事情的这个 跟青少年可以 那如果是再更小一点 像幼儿园这样的孩子 也是可以吗 我小孩目前两岁 我也会跟他分享 比如说我去接他的时候 我就会说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他可能也不太知道怎么说 或是我也听过 我前日去那个 校通文 主持人的节目 然后他就说 他每天去接他儿子 问他儿子今天过得怎么样 他儿子都不说 所以他就觉得 我生活就是这样 学校就是这样 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讨论第一点 问孩子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要讲求时机点 比如说有些孩子 只是睡前时光 他喜欢分享 你就不要在他 刚回家的时候 问他怎么样 他刚回家的时候 他就想要有一些 自己的独处时光 所以那个时候 就不是适合 跟他连结的时候 所以连结要找对时机点 第二个部分是 我对我的孩子 我也会跟他先分享 我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儿子有时候 听一听 他还会问我 问我聊的一些事情 他会更深入的去问我 他才两岁 对妈妈好奇 然后有时候 他也会自己 开始讲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甚至因为我常常分享 他也会模仿我的分享 有时候我去接他 他一看到我 他就会迫不及待的 跟我说 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 爸爸妈妈喜欢 问孩子说 你今天学校怎么样 你今天过得如何 那如果反过来 假设你的孩子 每天在问你爸 你今天上班如何 你今天老板怎么样 其实真的有点烦 假设他们都是这样 套路式的问 我常常都会觉得说 其实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 应该也要有一些 对话的创意 对 你要想到 我能不能够在这个之中 也激发一些创意的想法 跟孩子多做一点 不一样 套路式之外的一些互动 否则老实说 对大人而言 这些我们都不太 愿意回答 你也不会 你现在成年了 三四十岁了 你也不会没事 跟你爸爸妈妈报告说 你现在玩什么手游 对吧 你也不会没事 跟你爸爸妈妈在谈 说你今天上班 发生了什么事 也很难 如果反过来这样思考 你也就知道 当你问孩子 今天学校怎么样 千片一律的这样问 他也会觉得好烦 也是 重音刚刚的分享 让我想到 我自己的经验 我那时候研究生 在写论文的时候 我爸打电话给我 开头第一句 永远就是 你论文写的吗 写的怎么样了 我如果在外面玩 然后听到他讲这句话 我的压力好大 就会觉得很不自在 我就想说 他是很在意 我要赶快毕业是不是 后来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问我 论文写的怎么样 我竟然发现 我爸其实他不是在意 我论文写的怎么样 他是因为没话讲 他不知道怎么聊天 我觉得这很常发生 在父母身上 尤其是跟孩子关系 比较远一点点的父母 他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聊天 所以就习惯性的问孩子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用这样的方法期待要找话聊 可是这却相当 却恰恰给孩子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 我说分享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这也是训练自己怎么样 跟孩子聊天的一种方式 像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在学心理学嘛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引导我爸爸 要怎么跟我聊天 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你这样子问我 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你的目的是想要我论文写文 还是想要跟我聊天 我爸爸说我是想要跟你聊天 我就说 那我们来聊天 我分享我的生活一件事情 你也分享你的事情 我们来聊天 我就在告诉我爸爸 要怎么聊天 那我觉得现在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来引导我们的孩子 或引导我们自己 要怎么样去跟孩子聊天 这是成年之后的 你可以这样做 因为多一点的觉察 多一点的这个 这个反处 对 可是对于孩子们 他可能就不会想到这些 是是是 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跟爸爸妈妈聊 我最看的最多的就是 很多的爸爸妈妈 就是带孩子一起出去吃饭 就是跟亲朋好友 那你知道青少年的孩子 通常都会带着手机 然后就边滑手机 他也不跟人家去 有任何的沟通交往 交流 对 就自己滑着自己 爸妈妈妈会生气 就旁边就说 你怎么带你出来 都在自己玩手机 对呀 你也跟亲戚朋友打个招呼啊 可是他们也很尴尬 他们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对 因为老实说大人有大人的话题 孩子们 插入不了这个话题 我也是这样觉得 就是我去不熟饭局 我也不想一直聊天啊 你就会拿手机出来 而且现在觉得尴尬的时候 就拿手机出来滑 就是同理啦 对 所以大人也是这样 对呀 那我看到的就是 很多大人很执着 就是你怎么 就要去批判孩子 你怎么都不好好的 出来聊天 是 但问题是 你没有找到一个 他合适 他有兴趣的话题 你只有批判而已 你就叫他不要拿手机而已 你没有别的做法了 所以这个很可惜的就是 既然 我们想跟孩子多连结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找到 他有兴趣的东西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我看雪儒在书里面 也提到就是 有的孩子 有的孩子在学校里面 有可能受到人才的 同才的这个压力 那在学校里面可能 就怪怪的 可是回到家里头 也有这种类型 回到家里头 就跟爸爸妈妈 时不时的就会 欢起来 欢起来 就会闹脾气 对对 那有一些父母亲 可能会觉得说 到底是我哪里得罪你的 为什么家里的脾气这么大 对 对吧 这也是 我觉得你人前人后两个样 在外面一条虫 在家里 像一个小霸王一样 嗯 其实我们大人也像这样 是啊 我们大人也像这样子 对啊 对于这样子的家长 他 他要从什么点 才有办法跟孩子 做很好的对话 嗯 我觉得一个部分是 也是转念的部分 当自己转念 孩子不是特别恨我 特别讨厌我 所以他在家里面 对我特别凶 而是孩子在外面 他 对于这个关系 是很没安全感的 所以他反而要 戴一副面具 撑起一个 好像都没关系 好好先生的一个样 那回家 他有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 很有安全感 所以他反而会把情绪 有点宣泄在父母身上 所以第一个部分 是帮自己打预防针 他不是讨厌我 而是他 他觉得这里有安全感 但是呢 也不是说 就可以允许孩子 对我们互动 这么的不尊重 因为我们也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第二件事情 是告诉孩子 你的不舒服 也告诉孩子 他可以怎么样去 发泄他的情绪 比如说你跟我讲话 然后你一直骂我 很大声的骂我 这样的方法 是我不能够接受的 但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去你的房间 你可以打枕头 或者是 我们每天有30分钟的 网络使用时间 你如果每次回来 你心情都很不好 你需要先 有点打电动时间 调节你的心情 你可以把电动时间 先移到前面的时间去 让帮你自己的心情 比较稳定下来 所以可以跟孩子 讨论一些 怎么样 帮自己调节情绪的方法 我觉得这是很多孩子 现在很需要学习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 其实很不会 调节情绪 他们很习惯 有情绪的时候 就从小就习惯 去滑手机 就看影片 看平板 来麻痹自己的情绪 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 当他有情绪的时候 他甚至会不知道 自己怎么了 他说不出来 他也感觉不到 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 协助孩子 可以从协助孩子 觉察跟调节情绪开始 可是雪如 你刚刚提到 就是跟孩子聊天 比如尊重他的界限 我就想到我儿子 他有IG账号 然后我最近就发现 我有追踪他 然后我就发现 他没有追踪我 但他追踪我所有的朋友 跟他的老师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不想 你怎么会没有 你想追踪 你想追踪妈妈吗 他就淡定就说 没有耶 我没有想追踪你 然后我就会想说 那我很好奇他的生活 但好像就没有办法 这种感觉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聊 对啊 那你要把 也是像这样 告诉他我想要 但是怎么办呢 你会很受伤吗 我会有点觉得 他都想要看 我所有朋友的状态 那你不是可以看得到他吗 不行啊 他所好友要追踪 要improve才可以 他除非发文才看得到他 对啊 那又说孩子要接线 你知道这个世代的孩子 为什么用IG 不用Facebook 就是不想让家长追踪 一开始的概念是这样啊 对不对 我不晓得 现在都用翠 现在不用IG 对 所以你看这世代的演变 所以你刚才说 孩子不让你follow 不让你追踪 这要很正常 对不对 觉得这是很正常 大部分的孩子 都不想要父母follow 可是比较特别的 是他去follow你的朋友 对啊 就是他认识的 比如说我身边的阿姨 什么的 他以前都 之前一起吃过饭的 他就会 他就会很礼貌的 去追踪人家 这是一个很好的sign 什么sign 就是他 他其实有可能啦 我不知道 他有可能 还是很在乎你的生活圈 可是他又不想要跟你 他有太直接的一个互动 我猜啦 我不知道 maybe你可以从这个方面 去好奇 尊重他的界限 我现在想 我学到了 他可以追踪你的朋友 表示你的朋友 可以看到他的状态 他的发文 所以如果他真的 有很有状况 发现很有问题的文 其实 你也会从你朋友 那边间接知道 就是他自己去 允许这些眼线存在 你知道这个家长 为什么对 刚刚一真说这个 我都突然想到 其实家长对这个 会特别介意 是某种程度上 家长有控制于 你知道吗 会吗 就控制吗 这个 我保留 所谓的控制 不见得说 我要控制你 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而是我要 知道你在 你在想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要能够 我要能够至少 不要说百分之百 我要一定程度的 大范围的知道 你到底心里面 在想什么 这也是一种控制 所以我在猜 很多的爸爸妈妈 会焦虑于 我没有办法 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对啊 这个怎么会是问题呢 因为你也不会 让你的爸爸妈妈 知道你在想什么 随着隐性孤单 父母也有隐性孤单 对 父母也有隐性孤单 对啊 就 孩子不说 我们也不知道 那孩子可能也孤单 因为他可能也觉得 不知道怎么跟爸妈说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关心他 是是 所以我里面也提到 孩子有事的时候 愿意跟父母分享就好了 孩子他可能不再像小的时候一样 什么事情 什么琐事都想要跟父母说 但是当孩子发生大事的时候 他愿意跟父母说 其实就代表 他跟父母的关系 是足够安全的 那怎么样叫做大事 孩子大事跟父母定义的大事 会很不一样 比如说 今天放学回家 没有人等我一起走回家 还是崩溃 他觉得 我以为的好朋友 他们竟然都不care我 没有一起走回家 他天崩地裂 这就是他的大事 可是我们大人听起来会觉得 这什么小事啊 这种事情 你为什么要哭个两三天 然后一直很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重点不是 我们觉得这是大或小 而是孩子觉得 这是他的大事 他愿意跟我们说 其实就表示 这样的关系是够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 孩子跟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怎么回应孩子 很多父母这时候就想要引导孩子 你不要自己想那么多 你不要那么玻璃心啊 别人不跟你走 你就去跟他说 叫他明天等你就好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说啊 你不去说 又在那边一直抱怨 所以孩子他就会觉得 我跟一个信任的人说 可是这个信任的人 他一直在指责我的不是 所以当他以后发生大事的时候 他不敢跟父母说 那他也没有办法跟同学说 就会变成我书中 以性孤单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 怎么样回应孩子 我觉得比起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 回应孩子的情绪 其实孩子他有能力 去帮自己解决问题 或是他其实有他的想法在 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军师 告诉他要怎么做 更多孩子需要的是 跟他同一个皮孔出气的人 我只是想要你跟我 站在同一国的那种感觉 帮我出出气就够了 他其实可以当自己的军师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提到 走在孩子后面的一个概念 你甚至在书里面谈到说 如果孩子喜欢骂脏话的 在家里头骂脏话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 前几天吧 我听到一首歌 他歌词里 外国的歌 他歌词里面也写到说 如果我跟我的伴侣 感情很好 我还希望我的孩子 在我们年纪老的时候 我的孩子在我们的面前 对我们 对嫌弃我们 那我还可以在我的孩子面前 比起宗旨 你想象这个画面 其实这就是一个 很融洽的画面 那很多的爸爸妈妈 他会不喜欢听到孩子去谈 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语言 甚至就是脏话 其实你知道我的观察 有很多 大概 我不敢说全部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负面语言 其实跟爸爸妈妈的 讲话方式有关系 你看爸爸妈妈 吵架的时候 习惯用那些的负面词句 其实孩子很快就学会了 再加上青少年的孩子 在同侪团体里面 他们为了要 你知道我以前第一次 学骂脏话的时候 我以前 我的发育词一定就是 就是 一定 什么 104吗 对对对 一定就是一个字的 104是什么 对不起 我懂了 所以 童年时期 为什么要讲脏话 其实是跟我 我觉得是被 同侪认同有关 因为我想要打入 这个同侪团体 你不骂点脏话 好像你跟他们 不是同一伙 对呀 如果大家都脏话来脏话去 你讲话很温度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对就是怪 所以难免在家里 遇到情绪来的时候 你也会骂点脏话 可是有时候 家里头 家里头有家规 爸爸妈妈又不喜欢骂脏话 是不是 至少在家里头 我们要有一个规矩就可以了 也不用一定 要把这个范围 扩得这么大 对对 其实也不可能 扩得这么大 就是我们管家 要讲求实际性嘛 我们不可能 24小时 有一个电眼 监视着我们的孩子 所以他在学校 发生什么事情 有没有讲脏话 说真的 我们管不了 但是我至少 可以限定在 他跟我互动的时候 他不要讲脏话 所以我在书里面 也很强调 界限的部分 我可以告诉孩子 你这样子跟我互动 你这样跟我对话 我是会不舒服的 那如果告诉他 不要这样做之外 要告诉他 可以怎么做 比如说你不能对我讲 104 那你可以对我讲什么话 比如说你可以对我讲 孩子就说 我可以对你讲屁啦 那我听一听 我又觉得屁啦 好像也不尊重 我会不舒服 不可以 那我们就讨论 我们就说 那你可以对我讲 芭蕾啦 那我就觉得 芭蕾啦好像还可以 那以后当孩子 讲那个字的时候 就用芭蕾啦来代替 他多次练习之后 他就会比较习惯性的 知道在跟我讲话的时候 又用比较 我能够接受的字词 来取代脏话 那当未来孩子 在跟师长 或是当 比较不是同才的人 互动的时候 他习惯性的 讲脏话的时候 他也会有一个 刹车机制 先来刹住他 然后用一些 取代的字词 来取代他 比较不雅的表达 不过这个 要在跟孩子 关系不错的时候 对啊 有办法跟他讨论 不要在四方 大家要讨论 对对对 如果是那个 孩子关系不太好 你跟他讲这些 他可能也听不进去 他可能也会用脏话 回应你 其实我觉得 说脏话 不见得是一个 完全的坏事 我也觉得 年纪到了 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自己的礼仪 其实有在受到 栽培熏讨的话 大概慢慢慢慢就会 像我现在 我很少说脏话 真的哦 对我很少 因为我自己有自觉 有一阵子 我经常开口 就是骂脏话 所以我现在开始有自觉 如果我不骂脏话 我不讲脏话 是不是也能够 表达我的意思 我发现 如果我也可以 表达我的意思的话 那我就不见得 一定要用脏话 来取代这些字眼 但是 你会骂脏话 其实代表你还有一种 敢冒险 敢创造的一种 这种创意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看过铁达尼号 有 铁达尼号 那个你记不记得 Jack跟Rose 在那个甲板上 那个Jack 叫Rose 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叫他吐痰 你叫Rose 吐不出来 Rose 因为他想要跟Jack 在一起嘛 然后Rose 就吐痰 他就吐得 很轻手 很小声 然后Jack说 不是你要学我 深吸一口 然后把弹 弄在胸腔当中 然后再深深的吐出去 你知道在那一刻 我突然发现 当然这个 他们的阶级是不一样的 Jack是一个比较 底层打混的人 Rose是一个在 有教养的家庭里头 但他同时也代表 一个意涵 就是Jack 他可以比较自由 奔放一点 他可以冒险 精神可以多一点点 那Rose相信之下 有家教 有礼数 可是相信之下 他也被约束了 被局限了 所以我觉得 大人如果看待 骂脏话这件事情 可能也不用想得 这么负面 在我们心理学里面 我们有一个TA理论 他就会说 我们内在有自由儿童 跟顺从孩童 那很多时候 我们的顺从儿童 也就是说 我们活在 规矩规范里面 但我们相对 也会感觉到 一种束缚 束缚感 所以当我们很在意 孩子骂脏话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去问自己 我明不许 我自己骂脏话 或者是 我有没有觉得 我常常被很多的 规矩所束缚住 那这些规矩 又是怎么来的 可以去反思 是上一代 无形中 我就传承下来的吗 为什么我觉得 骂脏话是 这么不OK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从孩子身上 再去反思 自己的价值观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规条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对对 那这个反思 就有机会 有一个重新松动的可能 就算没有重新松动 也会更有觉察到 为什么我认为 这样的规条是重要的 而不是未经思索 就传承下来 那许如心 也是可以聊一下 像拒学这种情况 我觉得在现在的 我觉得青少年以上 还蛮常见的 但我其实也 我刚刚一开始说嘛 我也会有点担心 那如果真的发现 我们其实一开始 不要加拒学 他可能不想去学校 这时候我们一开始 可以怎么陪伴孩子啊 蛮多孩子 他现在的拒学 他可能不会是坚决 我绝对不要 踏入校园一步 但他可能就是开始 我身体不舒服 我要请假 然后就常常 很频繁的请假 每天都上午去校 我就请假 或开始 去两天就要请一天 那当孩子 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可以了解 先去问一下孩子 他生活中 发生了一些什么状况 所以他开始 对于去学校 是感到有压力的 先不要急着 去说服孩子 要去学校 这件事情 因为孩子知道 他要去学校 而当一个孩子 他没有办法 正常的去学校的时候 他的课业 或他的人际 一定是会有所影响的 所以 孩子为什么 他会做出这个决策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在 我常常会说 我们的孩子不是笨蛋 他会做出一个决定 一定是对他 本人而言 最有利的一个生存方式 虽然这个决定 在我们看起来 很困惑 觉得很荒谬 很愚蠢 比如说 你才一个国中生 你就不去学校 那你的未来怎么办 很多家长 你连高中 你没考上任何一个高中 然后我觉得 你的能力也不是很好 你身知肢体很不协调 我觉得你以后去当公读生 你也没有办法当公读生 那你未来就只能当乞丐 那你不去读书 你未来要怎么办 天啊这个好烦 我以后我就更不想去 但是这就是很多家长 真的的担心 那 这也又回到我说的 要走在孩子后面 所以为什么孩子会做一个 我们看起来 觉得很荒谬的决定 先以一个 记者的身份 无知的身份 中立的身份 去访谈孩子 去了解孩子到底 他的处境是怎么样 所以他做出了这样子的决策 你说这个很重要 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 看过一篇文章 有一个高中的老师 他说他 班级里面有一个孩子 有一天就 他学业也不太好 然后上课的时候都在睡觉 然后这个 有一天就跑来跟这个导师说 老师我要 我想要修学 老师就说你干嘛要修学 那你修学以后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没有要做什么 那你修学以后 这个考不上学校 以后 以后这个 没有念大学 出社会 找不到好工作怎么办 他说我干嘛要找好工作 我就7-11打工也可以啊 他说啊 这样啊 那7-11打工 你能够赚得到钱吗 这样你要怎么讨老婆 怎么结婚 我干嘛要结婚 我每天玩game就好了 我干嘛要 非常写实的反应 现在的状态 对啊你知道老师就是 就是想 想用这样的预设立场 告诉他说 你不好好念书 你没有前途 你从不了家 你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工作 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收入 你知道孩子听不进去的 那老师最后没办法了 他就说 你要修学 我也不能够直接帮你决定 你叫你爸来吧 因为他是一个 这个隔代教养的 他这个奶奶 带他长大的 然后他的爸爸呢 因为离了婚嘛 他的爸爸常年在海外工作 隔了一阵子 他的爸爸回台湾 就带着他 去这个导师室 一样谈一样的话题 爸爸也是问类似的话题 你不工作 你要从那里赚钱 我不会养你哦 我不养你哦 孩子都说 没关系啊 我自己去7-11打工 那一打工 你能赚多少钱 你知道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 孩子的回应都跟那个 之前对老师的回应都一样 反正他就不想念书了 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大人啊 很少去真的去听到 孩子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是脑袋里面思考的 都是想要去帮孩子 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你一直就没有办法 靠近这个孩子 后来这个导师说 爸爸说服不了这个儿子 结果就让他休学了 然后爸爸说 你休学你就自己去打工 我也不养你 可是你知道为人 天下父母心 做爸爸的做不到啊 孩子整天在家打游戏 那谁养他 还不是爸爸养他 他也没有去打工 后来这个导师说 他隔了半年一年之后 他发现这个孩子呢 得了忧郁症 在看身心科 他说这样的孩子 每天又不用上学 又不用打工 怎么会有忧郁症呢 我说这个才是真的是 忧郁症的来源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去理解 一个孩子的内在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看刚刚谈到拒学这一块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我们太常去说服孩子了 把我们自己的立场 预设好的立场 去灌输到孩子身上 我们也很少去听听看 他们真的内在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在书里面 我很强调要去对孩子 做一个好奇的探问 这就像崇一刚刚说的 我们大人很容易 很快地分析 整顿孩子的问题在哪 就要帮他解决 可是这往往只看到 第一层次的问题 没有看到孩子 真正困住他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孩子 其实崇一刚刚的分享 从头到尾不知道 这个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到底为什么要休学 所以一定要先忍住说教 的那股冲动 先去听孩子讲 我们才会了解孩子 到底为什么要做出 这样子的决定 那另外一个部分 也回应到 很多拒学的孩子 很多家长就会觉得 你都在家里一整天 然后我辛苦了 要死 然后我也不给你压力 为什么在家里 你还会得忧郁症 对 我都常常举个例子 古代非评 他们的唯一的处罚 就是软禁 对 所以拒学就等于 把自己软禁在家中 对 这是一个不舒服的状态 而我接触到很多的 很大的比例 拒学的孩子 很常是有合并身心问题的 所以当一个孩子 他出现了拒学 或他出现任何偏差行为的时候 真正重要的 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去了解 孩子怎么了 还是出现这些偏差行为 出现这些问题 都是他告诉你 他自己handle不了了 他没有办法靠自己handle了 所以他出现了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是 可是就像我 有一些伙伴 他们也是因为孩子拒学 来跟我聊一聊这样 那他们就会说 可是问孩子 孩子都不说 那不说的情况 一时半刻 家长要去改变那种 变成自己全然好奇的状态 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是 对啊 我觉得 那个我记得 有一本绘本 不是那个 男孩验书 马跟那个狐狸 那本书里面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有一句话叫做 那个 男孩问马说 你听过最勇敢的一句话 是什么 这个马跟他回应说 help 就是帮帮我 因为这代表着 你还没有要放弃 please help 请帮助我 好 现在问题在于 其实你知道 孩子很多的讯号 都是在释放出 请帮帮我 他不去上学就是了 对 但是大人呢 没有听出这个讯号 是是是 大人听到的讯号 就是你怎么可以不去 对 你以后怎么办 对对 所以我觉得大人 要懂得去看到 这个讯息 他真正解读他 他到底在传递什么东西 嗯 这个才是 像雪如在这个书里面 也不断地提到的 包含拒学的也好 或者是你 这个遇到 这个孩子在学校 功课出了问题也好 嗯 大人能不能够去理解孩子 看到他内在真实的 历程是什么 是是 你刚刚讲的 就让我想到 最近不是很红 那个脑筋几状弯 嗯 我就会觉得 父母很多时候 坐在主控台的 那个角色是 阿娇 我们就会 很担心孩子 所以我们的焦虑 会淹没我们 让我们很难去 真的看到 孩子的状态 我书里面 深深之血 当孩子不愿意去学校 而且他 非常强烈地 不去学校 有些孩子是 你逼我去学校 我就开始割碗给你 他不是有意识的 可是 他就是 无意识的就是 你 我需要状况这么不好 我才能够 被允许不去学校 那走到生命安全 这一步 很多家长 就会妥协了 所以我书里面 其实写 当孩子很坚决 不去学校的时候 这时候 不需要逼他去学校 他去学校 没有意义 他去学校 他也是 都在发呆 都在睡觉 其实他学习不了 但是当我们 一直逼孩子 去学校的时候 还是他 跟父母会一直 转移 斟酌的一个 战场 就是在 我要去学校 或我不去学校上面 所以他的问题 根本就没有机会 被他自己 好好的思考 也没有办法 被提出来 所以我反而会 建议父母 这不是我的建议 这是日本研究 简居族 拒学的一个 心理学家 他提出的一个 建议 他说 当孩子 拒学的时候 可以同意 孩子先不去学校 孩子知道 他可以很轻易的 请假 他的心力 就不用放在 怎么办 我今天要怎么样 成功的说服 大家可以 让我请假 不用去学校 而他的心力 就可以更放在 我的问题是什么 他可以更去 面对自己的问题 而不用把力气 花在 我要怎么说服大家 让我不要去学校上面 你刚刚提到 那个自残的 割手腕的 大人们听到这个话 看到这个画面 大概第一句话 都会说 哎呦 那很痛吧 对 其实你知道吗 孩子在那个时候 是不会痛的 他其实更多的 得到是一种释放 还有一种 他们会说 我觉得歌 有一种爽感 对对对对 而且你身体里面 会释放出一些 这个脑肥胎 内肥胎 这样的荷尔蒙 去抑制那个疼痛 他们反而是得到 释放解放的 所以大人们 如果你想从痛 这个点 去说服孩子的话 你会得不到效果 所以你可能 要多去好奇的是 他什么时候开始 会想要做这个动作 对 做这个动作的 那个刺激点是什么 去理解他 在哪一个刺激点 他会有这样的念头 他这个动作多久了 他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 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能 比你去 用指责的方式 去怪他 为什么要 这个割自己 什么身体法夫 受制父母 这一类的话 那类有用多了 我甚至遇过 有孩子跟我说 他其实非常的 想要结束生命 他很想跳 但他帮助自己 不跳的方法 就是割 因为他割 他可以体验那种 离死亡 比较近的感觉 所以他透过割自己 来取代 他真的要去跳下去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 就会庆幸 他至少有割 对 因为当这个孩子 他真的忍不住 他真的超级想死的时候 这个孩子 他反而连割都不割了 他就直接走在窗台边 打算要想要跳下去了 是 所以我不是说 割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 但是当孩子 他需要割自己的时候 代表 孩子他没有办法 处理他自己的情绪 他的情绪已经 满意到 他需要用割的方法来 麻痹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网络成瘾 或者是疯狂的自残 其实都是一种 麻痹自己情绪的一种方法 但这都代表孩子的情绪 太过了 他需要用这样子 不适切的方法 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所以更重要的 不是叫孩子 不要割自己 不要网络成瘾 因为那没有用 而是去了解 孩子的情绪源头 是什么 或是帮他 找到更多 可以调节情绪的方法 拥有丰富的眼光 家长们可能就是 承袭着过去 我的教养的观念 所以我的观点或想法 大概都是 从过去被教导 这样而来 我记得 我们的伙伴 曾经在两年前 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老师我的孩子 这个拒学了 然后他不去学校 然后他在家里 有的时候还会骂脏话 然后跟他 有一些对抗冲突 他很焦虑 我就问他说 你的孩子 这个在学校 有跟人家群殴打架吗 说没有 他有抽烟吗 没有 他要赌博喝酒 这个酒醉闹事吗 他说老师 他又不是你 我高中就这样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 如果用一个 丰富的眼光 去看待孩子 那你大概心里面 会开阔一点点 因为孩子现在的状态 不代表他永久 就会是这个状态 他有可能会在 在某个时期 他因为在 就刚刚跟雪如在谈的 他在这个阶段 他在寻求一种 自我的认同 他可能角色在混淆 他在统整 他还没有完全的发展出 什么是自我的概念 那这个自我呢 可能会 过度倾向于 以自己为核心 而忽略他的人 多一点点 那他还在拉扯 所以你要更宽阔的眼光 去看待这个 否则你 我觉得大概爸爸妈妈 会纠结在这里很久 可是他那个拉扯 青少年 在建立自我价值的过程 他要到 比如说什么时候 他才会知道他自己 是不需要去别人认可他 他就很好 没有一个答案 对不对 有些人 一辈子也有可能 是啊 也有些人 他青春起的时候 完全没经历过这一段 但他有可能在 中年的时候 他开始 迷失自己 是啊 所以人可能都会 找寻我是谁 这可能是 中旬一生的一个议题 是 所以回应你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的孩子 青春起 他没有太叛逆的话 他很有可能 后面叛逆 有可能他中间 对人生的后半段 他有可能会在寻找 在突破 在尝试 是 所以我刚刚说 那个像那个 铁达尼号的那个Rose 不也是这样吗 他在冲撞他自己 他在找寻一个 怎么样的自己 才是最真实的 那因为我们过去 都被束缚了很久嘛 所以你难得 有一个冲撞点 有一个突破点 你会释放 你会抒压 但是大人很多时候 看不到这个 大概就会在这个 接骨眼上 跟孩子有很多的 斗争 重音讲的 也让我想到 有一个家长跟我说 问题是比较出来的 就是我遇过 从小很乖的父母 他看待他的孩子 他孩子发生一点点事情 他就会觉得 事情很大条 孩子怎么样 怎么会这么的不乖 可是我也遇过 父母他自己从小 就是做了各种 叛逆的 对对对 叛逆的事情 然后他就看儿子 其他身旁的人 都担心了钥匙 他就看他孩子 就觉得 他才做这一点事情而已 然后他还很自豪 说我以前还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他就一点也不觉得 他孩子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看待孩子 我们会怎么样觉得 有问题 怎么样觉得没问题 其实每个家庭 的评估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有时候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 我觉得支持团体很重要 就可以多跟其他的父母聊一聊 有时候聊一聊 从别人的眼光 就像重音书的 可以比较丰富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的孩子的状态 比较不会受我们个人 从小学到的一些价值观的影响 用单一的视角去看待孩子 而且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是把人的化修 好比说前一阵子 那个孙男佐 其实你要记得 那个以前的 他的爸爸叫什么 孙鹏 其实孙鹏在年轻时代 也很叛逆的 对 可能那个 我不知道叛逆的程度 跟他儿子有没有很像 但至少我知道 我印象当中 他们在年轻时代 也是非常的叛逆的 所以 当这个家庭是这样 外面的人 又有好多的批判眼光 什么去讲 那就会 把这个事情又更复杂了 所以这个世界 可能你也要看待 是不是别人的眼光 也在影响着你 很多人在教养上 也是这样 好像别人都在 看我怎么教孩子 那我自己 无形当中 对我自己也有很多的 压力批判 评价这个部分 对 所以那个 不要乱破孩子上脸书 乱破孩子上脸书 这件事情 评价这件事情 我很有感 我觉得现在 不管是孩子或是大人 好像会有一个 自己脑中的一个监视器 然后不断去监看自己的行为 不断去评价自己的行为 我觉得这跟网路 会有点关联 就是在网路世界里面 你很容易一个发言不慎 你就被漏搜 所以现在大家很习惯 就是开一个监视器 在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所以 不管是大人或孩子 我觉得 当网路越发达的时候 那个焦虑感 好像变得越重 是啊 而且网路让人靠近的同时 也让人 对人产生恐惧 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 就会说我有社交恐惧症 对人是害怕的 不信任的 网路也加深了这样子的 而且网路上很多的标签 对不对 尤其大家会看 按赞数高不高 按赞数高低与否 好像跟我的自我价值有关 对对对 好像我的按赞数 或转贴数很少 我就没有价值 你看那个谁 雪如他的粉专 他一个文都这么高 我跟你说 我之前写文章 然后那个分享数有多低的 我还自我怀疑 对 我写都觉得好挫折 你会说我要写吗 写了也没人看 对 通常会这样 会把自己的自我价值 跟外在的眼光去 真的很难完全不连结 对 我的孩子也会啊 他们都在怎么学习 那个赖的族群里面 都会谁跟谁好 谁跟谁不好 谁说谁坏话 就会这样子 回来也会心情不好 对 雪如这本隐性孤单 是亲子天下出版社出版的 那我觉得里面有 罗列的35项议题 跟孩子 还有就是孩子的发展 从刚出生到他长大 那尤其像遇到骂脏话啦 或者情绪的议题啦 或者是这个拒血等等等等的 我觉得在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对 雪如能不能够最后帮我们再总结一下 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这本书你其实想传递的是什么 隐性孤单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孩子其实他内在有很多的隐性的议题 我们大人不知道 怎么样去更靠近孩子 我觉得我写这本书的用意之一 是我看到现在很多的父母 真的很努力的想要 用不一样的方法教养孩子 有人说现在的父母是最辛苦的一代父母 他们承携了上一代的打骂教育 所以不想要再用打骂的方法对待孩子 但是相对反而变得对孩子太没有界限了 反而对孩子太过的宠溺 甚至把教养的责任外包给老师 要黑脸都让老师去当 所以父母变成一个很无力的父母 那尤其到了青春期阶段 孩子叛逆的时候 孩子比较有自我主张的时候 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很多情绪状态 很多行为状态 是觉得很不知所措的 当父母很不知所措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用说教 或是用忽略的方法来回应孩子 我不知道 我看到你割完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就选择假装不知道 可是这个假装不知道 反而更伤了孩子 所以明明父母很在意孩子 可是孩子却感觉不到父母的爱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就是彼此都很在意的两个人 可是却没有办法靠近 所以我写这本书 其实我希望孩子年纪越小的家长看 我会觉得更是提早的投资吧 就是你越小的时候 你就学会越多的方法 来跟孩子互动相处 让彼此之间的冲突 或者是遇到冲突 遇到一些难以处理的情况的时候 更知道怎么样跟孩子对话 会比较顺一点点 我觉得我从事智商或我写书 我最主要的目的都希望 亲子之间可以有更深的连结跟靠近 而不是养出很多受伤的孩子 还有坏掉的大人 我觉得这本书 我就刚刚一开始说 我拿到我就很喜欢 因为我孩子要上过中 那我觉得在跟孩子的连结 这个这本书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 可以怎么去回应自己 然后总而言之 就是要让自己放轻松 我觉得妈妈真的有太多焦虑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把自己跟孩子的关系越推越远 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的封面有写到 校园心理师的教养实战锦囊 我突然想到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一本书 这本书 然后如果遇到孩子跟孩子沟通上 有一些挫折或困难的话 不妨拿起来翻一翻 有没有一些正好是你遇到的这些议题 那可能在对于你教养 或者是你的沟通上会有一些注意 好 今天谢谢雪茹心理师来参加 不是来参加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雪茹 从一开始说 今天先聊到这儿 剩下的下次再说 拜拜 拜拜